好来同学我们来看第九题 这一题老师会放的目的是 要跟你讲一个讲法 一个观念 长8又11分之7 宽5又13分之5的长方形土地 如果不改变它的面积 那长变为7倍 宽应该变为多少公尺 宽应该变为多少公尺 好我相信这个题目 基本上你只要会算的孩子 你一定会这样算 你会把它乘上它 好老师把它叫做 先叫A跟B好了 对不起 A跟B你可能看不太懂 因为毕竟你们还没有学到 你可能会算出8又11分之7 乘上5又13分之5 然后算出一个答案 然后呢 你再把那个8又11分之7 乘以7倍 又算出了一个答案 但是你知道面积 这个东西是不变的 对不对 所以你就会把这个面积 再去除以全部的长 你就会得到这个宽 你就会得到这个答案 OK 我相信这是最一般 就是一般 你看懂题目的人 然后也会算的人 会做的动作 把它乘起来 求面积 然后把长乘7倍 然后再去算宽 好 如果是这样 其实这一题老师就觉得没有讲的必要了 继续看一个概念 你知道如果有一个长 是4公尺 宽是5公尺的长方形土地 那如果我今天把我的长 对不起 如果我今天把我的 这是长 这个是宽 然后老师把数字再改一下 抱歉 这是4乘以6 好 我说有一个长方形的土地 长6宽6 长4宽6 那它的面积呢 24 应该没问题 如果我今天把长变成两倍 把长变成8 请问你 你觉得宽会多少 4 6 24 那8乘什么 8乘3嘛 对不对 所以这里是不是就会变成3 所以老师要讲的一个观念是 当你把长变成两倍的时候 面积是不变的哦 所以你的宽 一个乘2 一个必须得要除2 才会平衡 OK吗 这是老师想要讲的最终的终点 如果今天长变成 如果今天长变成两倍 那宽 就会跟着除以2 如果你今天把 长变成7倍 那宽就会直接除以7 就可以得到答案了 所以 这一题的答案就叫做 5又13分之5 直接除以7 也叫做 也叫做十三分之 65加5 70 再乘以7分之1 所以就等于 约掉 10倍 所以它就等于13分之 10公尺 OK 所以这一题 这样子算就好了 好 再讲一遍 长变成7倍 宽 就会除以7倍 这样才会平衡 正面 倍 快 瘍 反悔 适合